今日因为证监会发布的一则市场进入通知书 指北京护城河投资发展中心合伙人高永控制的16个账户操纵股价 而高永控制的16个账户中包括黄晓明在内的6个账户 曾组团进入长山生物的前10大流通股东当中 虽然黄晓明很快就发声明否认 然而舆论很快令黄晓明被推上了风高浪尖 8月14日0点30分黄晓明再透过微博详细否认传言 黄晓明总共罗列了4点否认传言 并且晒出证监会对高永的判决书 第一点证监会对高永已经做出判罚 所谓黄晓明操纵18亿纯属谣言 自己从未参与任何股票的操控 第二点再次强调不认识高永 只是委托陆某理财 经由陆某介绍转委托给高永管理 自己跟母亲也从来没有参与操控股票 第三点从未参与过长生生物的股票投资 自己在2014年第三季 确实透过陆某投资过长生生物的前身黄海机械 但是在当季已经退出 而黄海机械在2015年才被借壳 2016年才更名为长生生物 黄晓明更上载了自己退出黄海机械的新闻截图 第四点本次事件确实由自己的理财不谨慎所导致 对此次事件给大家造成的不良影响声表歉意 自己一定从中吸取教训 而因为自己把账户交由母亲打理而将其牵涉其中 由此给母亲带来的困扰与担忧 自己作为儿子愿意也必须承担一切舆论的责任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